針對市民代表謝宇軒在總質詢議程中 對於麒麟地申請程序 以及價格定日的相關標準提出質詢 華聯市公所也做出了相關回應 市民代表會第二日市政總質詢上 代表謝宇軒對於非公用土地申請 即以修出價格表達高度關心並提出質詢 而針對謝宇軒的質詢市公所則表示 代表所提的案例屬於有持分的土地 非市公所百分之百所有 經由法院判定後 而讓土地所有人取得土地 市公所並沒有主動將土地售出 都是依法執行 那在華聯市公所的立場裡面 只要在土地處分的部分 在非公用土地的部分 華聯市公所有百分之百所有權的部分 都會走相關法律的程序 經由法律的程序 我們也會請土地的一個顧價師 來做相關的評估 我們在參考土地顧價師 所評估後的一個金額 來做相關的一個出售的辦理情形 因為現在的一個土地的價值 非常非常高 價格也非常非常高 那隨著房地產的部分 不斷被炒作起來 那我們也是建議 如果說還在非公用土地上面的住戶 我們都持續的 會讓我們承租者繼續承租 並不會要求他們一定要買 那所以來申請購買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有能力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有能力的 當然它就是有它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會按照法規的程序 來走相關的一個制度 也不會因為華聯市公所 自己個人所訂的價錢 我們就會公開透明的 透過法定的程序 也會請估價師來做相關的一個估價 之後讓公所來做參考 記得黃偉娟 花聯市報導 然後看到